你的未來是在你的手上 你正在說我的生命 你正在說我的生命 你正在說我的世界 美國氣候特使凱瑞遭氣候人士包圍 因為杜拜COP28閉幕至最終協議草案卡關 該不該協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各方炒翻天 主辦國阿拉伯林和大公國 身為石油叔叔大國起草的議案中 刪除100多國協議的淘汰化石燃料 各國代表閉門協商挑燈夜戰 延遲數小時產出最新草案 僅僅提到呼籲各國 減少化石燃料消費和生產 OPEC成員國強力阻攔 科威特石油部長表態 拒絕將淘汰化石燃料納入 像許多西方國家像是歐盟 包括像是法國 德國 還有英國 美國 澳洲 通通是強烈譴責 例如我國的友方 馬少爾群島就說 這等於是宣判他們死刑 太平洋島國首當其冲 認為協議草案措辭不夠明確 閉幕當天床外人士激烈抗議 高喊島國居民有活下去的權利